政府从今年起将会每年发布绿色公共服务计划报告 以汇报可持续性发展的努力、进度和所推展的计划 在这同时,明年起政府招标时将会逐步地把环境可持续性列入考量 率先实行的是大型建筑和资讯与通信业的招标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部门财政预算开支辩论中透露 所有法定机构必须从明年起发布年度报告 列明各机构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计划 在这同时,明年的招标评估将会把环境可持续考量 逐步地纳入政府的招标评估程序 例如招标公司的可持续性措施 傅海燕也在国会透露,政府将会重新地发展克兰芝水工回收厂和克兰芝新生水厂 部长说,这将能够进一步地加强生产并满足我国的需求 根据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和公用事业局的联合文告 这项在2035年完成的工程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可以缩短处理过程 而且可以提高水源的处理和土地利用的效率 感谢观看